一对情侣被绑架 女友为何提出自己当人质 患男友回去拿赎金 再三地警告他 如果不想让女朋友死的话 就不要报警 男友离开后 女友机智脱险 男友父母被女子感动 林强东的父母当即表示 他们同意张宁和儿子商量婚期 婚期将至 女友却再次被绑架 警方介入查明 两次绑架竟都是骗局 女友两次被绑架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治讲堂 2016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左右 在市郊一间废弃的厂房里 一对青年男女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嘴里塞着破布 脸上露出极度恐惧的表情 他们的旁边站着两个蒙面大汉 手中都提着明晃晃地砍刀 这是在拍电影吗 不 这是真实的绑架现场 那么这对青年男女是谁 又是怎么被绑架的呢 被绑架的男子叫林强东 女子叫张玲 是一对恋人 当晚十点多钟 他们在公司加完班 刚走进地下车库 两个蒙面大汉突然从隐蔽处穿出来 将冰冷的砍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两个人不敢反抗 也不敢呼救 被绑匪拖进了一辆面包车 接着就被捆绑 堵嘴 蒙眼 手机也被收走了 面包车兜兜转转开了很久 最后来到了这个房间 匪徒为什么要绑架林强东和张玲呢 当然是为了钱 林强东的父亲开办了两家公司 家产有几千万元 匪徒就是想向他勒索赎金的 这时 一名绑匪扯下张玲嘴里的破布 把一张写银行卡号的纸塞到他手里 立声说道 回去告诉你男朋友的父母 让他们今天就打五十万元 到这个账号 如果要是敢报警 就等着给他们的儿子收尸吧 张玲却哭着哀求道 我留在这里 让我男朋友回去送信吧 房匪哼了一声说 留着你有什么用 张玲急忙解释说 男友林强东的父母 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被绑架了 情急之下 他们很有可能会报警 这对绑匪是不利的 男友很爱自己 让他回去 他一定会交付赎金 而且不会报警 听着女友张玲的话 林向东的心里非常感动 但他是不愿让女友 留下来做人质的 万一女友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办 林向东嘴里塞着破布 不能说话 他只好拼命地摇头 表示反对 绑匪呢 根本不管林向东的反应 他们小声嘀咕了一会儿 一名绑匪就把林向东 拽到了车上 看来啊 他们是接受了张玲的建议 把张玲留了下来 而让林向东回去交付赎金 被蒙着双眼的林向东 感觉车行了一个来小时停下了 绑匪把他推下车松了绑 让他回去以后赶快付钱 并且再三地警告他 如果不想让女朋友死的话 就不要报警 之后 绑匪就驾车迅速离开了 林向东扯下蒙在眼上的布 发现自己在一条陌生的公路上 他心机如焚 沿着公路走了好久 才打上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三点来钟了 林向东的父母 因为儿子深夜未归 打电话又一直没接 正在担心和着急 看到儿子平安地回到家 终于松了口气 但是他们看到儿子 脸色苍白 惊魂未定的样子 他们预感到出了事 就马上询问 林向东检要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林向东的父母 听着儿子的惊险遭遇 背上的是直冒冷汗 儿子能够死里逃生 他们感到万分的庆幸 儿子的女友 能在生死关头替换儿子 他们非常感激 又觉得非常愧疚 林向东的父母 感激张玲舍迹救人的行为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他们为什么觉得愧疚呢 这样就要从林向东和张玲的恋爱说起了 林向东是独生子 大学毕业后到父亲的公司上班 做了一名部门主管 他人长得不错 能力也挺强 林向东的父母觉得 自己应该有个出众的儿媳 但是儿子谈的女友张玲 让他们失望了 张玲老家在农村 大学毕业以后 应聘到林向东父亲的公司 是林向东所在部门的一名职员 他长相一般 但是精明干练 工作比较出色 林向东对他产生了好感 两个人谈起了恋爱 林向东的父母得知以后 强烈反对 他们觉得张玲 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甚至认为 张玲跟儿子谈恋爱 就是因为看上了自家有钱 所以他们要儿子跟张玲分手 林向东跟张玲 正处于热恋之中 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 为此他还跟父母闹起了别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林向东被绑架的事 张玲舍身相救林向东 这让林向东的父母感到 张玲对他们的儿子是一往情深 他们以前误解了张玲 还歧视张玲 真是不应该的 林向东的父母决定 一定要把张玲这个重情重义的女孩 安然无恙地解救出来 他们害怕报警以后绑匪撕票 于是就跟儿子林向东商量 不报警 按照绑匪的要求交付赎金 林向东当然同意 在他看来 就算是花光家里所有的钱 只要能把女友安全地救出来 都是值得的 但是当时时间还早 银行还没开门 他们只能等银行开门之后 才能去转账 林向东和父母焦急地等待着 内心里充满了不安 尽管他们觉得绑匪是为了钱 所以拿到赎金之前 不大可能伤害张玲 但是张玲作为一个女孩子 控制在两个穷凶极恶的绑匪手里 谁又能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呢 林向东正打算去银行转款时 张玲安然回来了 门铃响了 林向东打开房门 马上尖叫起来 张玲 怎么是你 张玲向林家讲述脱险过程 林家父母大为感动和佩服 做出重大决定 林向东的父母当即表示 他们同意儿子跟张玲谈恋爱 而且让张玲和儿子商量婚期 婚期将至 张玲却再次被绑架 林家这次又会如何应对 女友两次被绑架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林向东和父母啊 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 他们不停地看表 好不容易啊 时针指向了气 他们就打算出门去银行 等待转款 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林向东打开房门 马上啊 惊叫起来 张玲 张玲 怎么是你 难道来人是张玲 没错 没错 张玲 他捏手 他捏手捏脚地从窗户爬了出去 离开房子以后 他发现周围没有人家 也不变东西南北 就拼命地逃跑 不久 他听到了绑匪的叫骂声 应该是绑匪醒来以后 发现他逃走了 边骂边追来了 他就急忙躲进了路边一片茂密的草丛 幸好当时天黑 绑匪没有发现他 绑匪离开之后 他一路狂奔 终于来到了一条公路上 搭上了一辆夜行的大货池来到市里 为了让林向东和父母 知道他已经脱险而不再担心 也为了让他们不要付钱给绑匪 他没有回自己的住处 而是直接赶到了林向东家 听完张玲的讲述 林向东和他的父母惊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张玲稍有不慎 惊动了绑匪 绑匪还不知要对他进行怎样的折磨 林向东的父母不禁钦佩起张玲 这个年轻女孩 先让自己的儿子脱离了险境 后又巧妙地逃脱了绑匪的魔掌 真是机智勇敢 为此林向东的父母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不仅先让自己的儿子脱离了险境 而且他也巧妙地逃脱了绑匪的魔掌 林向东的父母当即表示 他们同意儿子跟张玲谈恋爱 而且让张玲和儿子商量婚期 定下来以后告诉他们 他们会为两人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张玲听后满脸飞红 娇羞地低下头去 林向东则紧紧地拉住张玲的手 心里充满了甜蜜 林向东的父亲忽然说道 差点忘记报警了 应该让警察把绑匪绳之一发呀 张玲说 虽然他跟林向东被绑架 但是有惊无险 人身没有受伤害 财产也没有受损失 更重要的是 林向东父亲的公司正准备上市 如果报了警 这件事就会被公开 甚至被炒作 从而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公司上市 而且不排除这次绑架 就是竞争对手 为了阻挠公司上市而故意干的 所以不能够报警 众别人的奸计 影响公司的正常上市 听了张玲的分析 林向东和他的父母觉得很有道理 他们更加欣赏张玲了 他们觉得张玲心思缜密 十大体 古大局 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孩 但是因为不报警 两名绑匪就有可能再次作案 于是林向东和他的父母 都提高了警惕 他们让张玲以后就住在他们家里 跟林向东同出同入 为了安全起见 林向东的父母还给他们 安排了一名专职的司机 兼做保镖 接下来的一个来月 平安无事 林向东一家 渐渐放下心来 张玲在林向东家住的这段时间 从他父母嘘寒问暖 照顾得无为不至 老两口心里乐开了话 他们跟儿子商量 就把婚期定在公司上市的第二天 来个双喜临门 林向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张玲以后 张玲喜不自胜 每天都笑珠颜开 还经常哼着欢快的歌 可是没过几天 林向东就发现张玲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她的脸上尽管有笑容 但很像是她勉强装出来的 跟她讲话的时候 她也显得心不在焉 马上就要结婚了 张玲为什么情绪突然变得这么低落 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就在林向东准备向张玲问个明白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天下午 正在上班的林向东 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女未婚妻张玲在我们手上 这一次她别想跑了 想要她安全回去的话 就往这个卡号上打一百万元 如果你敢报警 有什么后果你知道 林向东一看吓坏了 听着口气啊 就是之前的两名绑匪 又把女友张玲给绑架了 真是这样吗 林向东急忙拨打这个号码 接通以后 电话中就传来了张玲的哭声 她边哭边说 向东 快救我 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林向东再打过去 没人接听了 女友再次被绑架 林家决定报警 寻求警方的帮助 警方马上做了终于的案子 在一处民居找到了张玲 见到前来解救她的警察 张玲竟然没有丝毫喜悦之情 屋里面只有张玲一个人 她既没有被捧绑也没有被独醉猛烟 警方深入调查 发现这两次的绑架都是假绑架 幕后使者竟然是张玲本人 她到底要干什么 女友两次被绑架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听着电话里张玲熟悉的声音 林向东确定 自己的未婚妻张玲 确实被绑架了 林向东惊慌失措 马上跟父母见了面 跟他们讲了这件事情 林向东的父母听后 也是又急又怕 他们就赶紧商量 该怎么应对 林向东认为 为了张玲的安全 不报警 马上交付赎金 林向东的父母则认为 交付赎金可以 但这次一定要报警 因为绑匪收了钱 未必就放张玲回来 只有警方介入 才能妥善处理 而且如果不把这两名绑匪抓获 以后他们还可能继续作案 家里人的安全始终没有保障 林向东听后同意了 他报了警 警方马上做了周密的安排 一方面 让林向东发短信给绑匪 说他正在想办法筹钱 以拖延时间 另一方面 通过技术手段 锁定了绑匪所用手机的位置 并迅速出警 在一处民居找到了张玲 奇怪的是 屋里面只有张玲一个人 他既没有被捆绑 也没有被毒嘴蒙眼 见到民警 张玲没有丝毫的喜悦 反而显得十分惊慌 更为奇怪的是 民警在张玲的提包里 发现了一部手机 就是绑匪勒索用的号码 还有一张银行卡 也是绑匪要打钱的那个卡号 民警找到房主 房主说 这间房是张玲三天前租下的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张玲应该没有被绑架 张玲是在撒谎 民警对张玲进行了询问 张玲试图狡辩 但却不能自言其说 最后不得不承认 这次绑架是他自导自演的 不仅如此 上一次他和男友林向东被绑架 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张玲为什么要让人绑架 他自己和林向东呢 林向东已经准备跟张玲结婚了 张玲为什么还要谎称自己被绑架 向林向东家勒索钱财呢 张玲说 他到公司上班后 很快暗恋上了公司老总的独生子 林向东 这固然是因为林向东家有钱 但更重要的是 林向东待人真诚 工作勤奋 他主动追求林向东 林向东也爱上了他 这让他欣喜若狂 他梦想着跟林向东早日结婚 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 可是后来 他从林向东的口里得知 林向东的父母 反对林向东跟他在一起 他当时急坏了 他也知道 林向东这么优秀 家境又好 而他自己呢 并不是很突出 所以林向东的父母产生这种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啊 他是真的爱林向东 他想跟林向东在一起 林向东尽管愿意 可林向东的父母如果坚决反对 那么他的愿望也只能够落空 那么有什么办法 能让林向东的父母接受自己的 那段时间呢 他天天琢磨这个问题 晚上经常失眠 他觉得自己的容貌 学历和家庭条件 那都是无法改变的 只有啊 通过一件事 表现出自己对林向东 坚真不渝的爱 才有可能打动林向东的父母 于是啊 他就想出了第一次假绑架的事情 他在网上联系了两个人 承诺给他们两万元 让他们帮自己演一场假绑架的戏 这两个人呢 是朋友 都是无所事事的混混 他们觉得这件事挺好玩 因为是假绑架又不违法 还可以轻松地得到两万元 所以啊 就同意了 之后在张灵的配合下 对林向东和张灵 实施了所谓的绑架 这场戏啊 演得很逼真 骗过了林向东一家人 而且效果很好 林向东的父母 改变了对张灵的态度 同意了他跟林向东交往 并且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张灵的心里非常高兴 他觉得自己啊 终于可以顺利地嫁入有钱人家 跟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了 可是没有想到 波兰昼琪 就在张灵跟林向东 已经定下婚期时 张灵接到了一个电话 正是这个电话 让张灵再次导演了一场绑架 也正是这场绑架 让张灵幕后黑手的身份 彻底暴露 那么张灵到底接了谁的电话呢 这个电话是张灵原来雇佣 扮演绑匪的人打来的 他说他们事后才知道 张灵的未婚夫是个有钱人 张灵让他们帮忙 可以嫁入豪门了 而他们只得到了两万元 太少了 所以他们要张灵再拿出一百万来 否则就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林向东家 让张灵的梦幻彻底破灭 张灵心想 如果要的钱少 他就自认倒霉 自己出了算了 可是一百万元实在太多了 他根本拿不出来 张灵就苦苦地哀求 说他结婚了以后 有了钱 他会慢慢地给 可是对方认为 如果他结了婚 威胁对他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一定要他在结婚前 把这一百万给了 张灵见他的哀求没有用 就只好想办法去筹钱 张灵上班不久 手里只有几万元 她在家里一贫如洗 亲戚朋友也没什么钱 她借了个骗 最后也只能凑到二十来万元 张灵也曾经想过 跟未婚夫林向东说明情况 让林向东瞒着父母 给他凑够一百万元 但是张灵又担心 万一未婚夫林向东知道 之前的绑架是自己精心设计的骗局 觉得无法接受 而跟自己分手 所以他不敢冒这个险 穷途末路当中的张灵 最终决定 再导演一场自己被绑架的戏 从未婚夫家拿到一百万元 交给那两个混混 张灵觉得 自己已经是林家的准儿媳 林家肯定会更重视他 会愿意出一百万元来赎他 而且林向东父亲的公司即将上市 他们为了上市不受影响 一定不会报警的 于是他租了一间民房 办了一张电话卡 又在网上买了一张银行卡 谎称自己被绑架 向未婚夫林向东家所财 没想到 这次未婚夫家报了警 事情彻底白露了 因为张灵的行为涉嫌犯罪 民警对他刑事拘留 展开了进一步的侦查 林向东尽管认为 张灵的所作所为 跟自己的父母有关 但他无法接受一个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女孩做妻子 于是同意了父母的意见 跟张灵结出了婚约 不久 警方将张灵雇佣的两名绑匪 捉拿贵案 后来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认为张灵和他的两名同伙 构成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 在庭审当中 张灵的辩护律师提出 张灵不构成绑架罪 因为在第一次假绑架中 张灵绑架自己和未婚夫 但没有勒索财物 而在第二次假绑架中 他绑架的依然是自己 并没有绑架他人 那么律师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呢 张灵是否够成绑架罪呢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 绑架他人的行为 这就意味着绑架罪的成立 要求行为人主观上 具有向他人勒索财物的目的 在第一次假绑架当中 张灵不是想向林向东的父母 勒索财物 而只是想通过自己的 舍身救人的行为 感动林向东的父母 让他们同意自己 跟林向东的婚事 所以他实际上 是不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 因此在第一次假绑架中 张灵和他的同伙 不构成绑架罪 但是张灵跟他的同伙 一起非法剥夺了 林向东的人身自由 构成非法拘禁罪 在第二次假绑架中 实际上没有人遭到绑架 张灵只是谎称自己被绑架 向林向东家勒索财物 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所以张灵构成两个犯罪 第一次假绑架中的 非法拘禁罪 和第二次假绑架中的 敲诈勒索罪 张灵的两个同伙 在第一次假绑架中 与张灵一起构成 非法拘禁罪的共犯 后来他们又以 揭穿张灵的骗局相威胁 向张灵索要一百万元 这又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所以他们也同样构成了 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 最终法院认定 张灵和他的两名同伙 都构成非法拘禁罪 和敲诈勒索罪的未遂 恕罪并罪 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三年 接到判决术之后 张灵痛哭不堪 他觉得自己不该犯罪 而遭受牢狱之灾 但他也很纠结 如果自己不这样做 又有什么办法 跟男友林向东在一起呢 难道自己追求幸福 有错吗 我想说的是 追求幸福没错 但应该通过正当的方式 本案中的张灵 当他决定涉及骗局 去获得自己所谓的幸福的时候 其实啊 已经因为方式的非法 而偏离了幸福的目标 并且随着他在犯罪泥潭里 越陷越深 而与这个目标渐行渐远 通向幸福的道路有千万条 但是使用违法犯罪方式的那一条 注定是死路一条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这明星梦的他眼看着长相普通的好友 经过整容变成了美女 想要出头就得跨过颜值这套门栏 他向父母要钱去整容 没能如愿后以死相逼 你们不给我钱整容 我就去死 在整容的道路上 他为何会遭到性侵害 亲生父亲又为何会进了监狱 害己坑爹的女主播 明日播出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昆栏 广筹 云